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和黃台洋等人被控暴動等罪 在高等法院進行閉門審前覆核 被通緝的黃台洋沒有出庭 梁天琦早上去到高等法院出席閉門審前覆核 近來會不會有外遊計劃?有沒有跟黃台洋聯絡過? 同屬本土民主前線的黃台洋朝早沒有現身法庭 據了解他早前獲准保釋候審期間去到德國出席活動 原定在上個月20日要去到警署報道 但一直沒有現身 高等法院已經發出拘捕令 將黃台洋列入警方通緝名單 消息說他離港之後至今都還沒有回香港 而另一被告李東昇也沒有出庭 他的代表律師沒有回應他為何沒有出庭 和身處哪裡 梁天琦和黃台洋等8名被告 涉及在去年農曆年旺角暴亂被控參與暴動等罪 案件排期到明年1月18日 在高院審訊 預計審80天 案中另外2個被告早前獲批分案處理 無線電視機者 陳日思報導 暴動